自为体书为与中美艺术家连展及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洛杉矶的拜欧拉大学展出 自为体书为与中美艺术家连展于2018年1月16日至2月16日在洛杉矶拜欧拉大学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42位来自中美两国艺术家的务实期间作品 艺术家们以艺术作品的形式探索中文汉字的传统与应用 以及汉字载体的形式与演变 向美国观众呈现中国汉字艺术和书籍装真的魅力 在5号举行的自为体书为与学术研讨会上 来自美中各艺术高校的艺术家与学者们 针对中国艺术教育比较的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 因为艺术家他对文字是一种瞎想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一个科学的论证 但是他们通过自身对中华文字的了解和对我们传统的回顾 他们用这个文字的内容和这个书的这种形式 载体的形式来对这个文字做一种探索 一种想象 所以这是这次艺术展览的那么一个初衷 这些艺术作品中由以表现汉语语言的发展 来隐喻社会文化的变迁 表达了艺术家们对语言沟通载体的变化 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思考 还有一些艺术作品引发观众去思考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时代下 传统的中文写作系统与现代高科技数字表达之间 妙趣恒生的互动关系 比如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Jonathan Stalling 带来的汉音运镜 用古老的中文汉字评写出英文 提出全新的学习英文方法 我用它 但是我写出来英文 所以这个都是英文的 这是一个 或者这是一个 都是英文的字 本次展览由美国大学 中国艺术家学会 即穿越分界论坛举办 穿越分界论坛创始于1997年 是一个在美国大学中 受到注目的一个专业学术平台 凤凰卫视陆旺 林汉勤 洛杉矶报道